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消息,请点击订阅 2023年女排奥运预选赛 目前阶段进行到第五轮 中国女排遭遇二连败后 战绩为三胜二负及11分 排名下滑到小组第四 综合形势分析来看 中国女排接下来输球 直接宣告小组出局 必须两场全胜加不丢积分的情况下 才确保直通巴黎 第五轮精彩角逐 中国女排连续被爆冷门 被荷兰女排逆转后 排名已下滑到第四位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中国女排还拥有一定的主动权 只是实现太难 接下来中国女排对战多米尼加、塞尔维亚 中国女排直通的机会还有多大 根据积分榜形势 捷克、乌克兰和墨西哥都已提前出局 就不必讨论 如果中国对后面两场全胜加不丢积分 那么中国女排的战绩将达到5胜基16分 同时输球的塞尔维亚、多米尼加最高成绩5胜基15分 加拿大的最高战绩为5胜基14分 可见中国女排的成绩更好 确保进小组前二 如果中国女排后面二连胜加只丢1分 那么总成绩为5胜基15分 这个成绩只能确保压过加拿大队 由于中国女排胜场 积分和局分比值都处于劣势 无法确保盖过另外两个对手 由此可见 中国女排只要丢分就不保险 如果中国女排接下来只赢一场 那么中国女排就只有4个胜场 必然无缘直通巴黎了 如果中国女排输给塞尔维亚 那么塞尔维亚5个胜场 荷兰与多米尼加有相互交战 其中一对必然5个胜场 如果中国女排输给多米尼加 那么多米尼加就5个胜场 荷兰与塞尔维亚也有相互交战 情况与前面一样 综合而言 中国女排接下来不能输球 只要输球就直接出局 寻求另外条路去巴黎 中国女排如果将后面两场都赢下来 丢二分也大概率出局 丢一分有一定的晋级机会 如果中国女排后面两场连胜 不丢积分 那么必然能够晋级 本组完全变成死亡之组 中国女排现在没有任何退路 必须全力以赴 B组赛况 日本女排和土耳其目前都是5连胜 接下来这二队直接对话 胜者将会达到6个胜场 如果以3比1或3比0的比分结束 胜者的战绩将达到6胜基18分 即可压过巴西女排的理论 最高成绩6胜基17分 就能提前拿到晋级资格 对于巴西女排而言 显然不希望看到日本女排先获胜晋级 因为日本女排若是锁定晋级席位 土耳其莫伦面对比例时大概率全取3分 莫伦巴西女排完胜日本也是徒劳 巴黎奥运女排资格赛 中国队接连被加拿大荷兰逆转 大比分领先 却眼看着对手拿走胜利 两场比赛简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这只女排为什么总是被逆转呢 主要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蔡斌一套阵容 打天下自食苦果 替补上场都是深挖硬拽 完全没有实战配合 蔡斌用一套阵容打天下 曾饱受球迷质疑 毕竟场下占了那么多替补 为何在弱队身上不让他们实战磨合一下呢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蔡斌 东京奥运会后 颜一 徐人力 惠若琪 刘晓彤 刘燕涵等相继退役 朱婷 张长宁两大首发主攻 殷商无法归队 蔡斌要备战巴黎 他就要磨合出一套新的首发阵容 有一套自己认为攻守平衡的首发阵容 蔡斌备战起巴黎奥运会 心里才有底 可是这个备战上 他是一条腿走路 那就是只用主力不用替补 哪怕是在对阵墨西哥等弱队上 也全部是主力打到底 这就是造成了高毅 丁霞 吴孟杰等人 在场上与首发阵容磨合不够 刁林宇与这些替补上来的人 也完全配不上 直到球队打加拿大 首发主攻王云露实在是进攻不下球了 蔡斌这才下决心 换上吴孟杰 吴孟杰也好 丁霞也罢 这些人与首发阵容 几乎就是零磨合 吴孟杰一直被派去打成都大运会 亚锦赛 丁霞从东京奥运会之后 就没打过几场球 这样升挖硬拽上场 而且是在落后时或者局点 赛点时 刁林宇丁霞与这些攻守都欠缺实战的默契性 导致我们在领先的时候 往往因为配合不佳 打不出质量 一板攻不下球 迅速被加拿大 荷兰反超了 反观加拿大 荷兰换上来的这些替补 跟首发阵容 默契性十足 如果说蔡斌在世界联赛 不是一套阵容打天下 哪怕是在奥运资格赛前三场 对阵弱对势 让吴梦杰丁霞上场找一找手感 我们也不会出现 换人反而导致球队失利的情况 应该说 输给加拿大 荷兰是蔡斌的一套阵容打天下 终于尝到了苦果 第二 刁林宇举点 赛点不会传球 光速发动机 反而成了球队失利的局目人 蔡斌今年率队 拿到了世界联赛的亚军 确实是依赖于刁林宇的光速传球 不过世界联赛中各个对手 并不是派出了最强阵容 再加上 赛事本身就是商业比赛 各支球队也没有奥运资格赛这么拼 刁林宇的传球问题 并没有被彻底暴露出来 对阵加拿大 决胜局6比1领先 刁林宇到位球 传出到三角 不是传高了 就是传低了 让副攻 主攻都发不上力 最终导致被对手逆转 对阵荷兰女排 我们也是一度以24点21分拿到赛点 刁林宇在赛点上又不会传球了 第五局 我们一度还以6比3领先 打到局末阶段还以11比9领先 这个时候 蔡斌频繁换人 吴梦杰 丁霞 王云露 仲慧 郑一新 轮番上场 结果反而扰乱了自己的节奏 再加上刁林宇赛点不会传球 丁霞上去 手感生冷 年龄偏大 迈不开步 两个所谓的光速发动机 因为攻传配合问题 导致荷兰又逆转了比赛 本身 徐晓婷在世界联赛 刁林宇出现混乱时 都起到非常好的扭转形式的效果 结果 蔡斌相信老将经验 连辽宁女排都不要的丁霞 被上调到国家队 这位世界杯最佳二传 完全没了当年的风采 丁霞几次在奥运资格赛上场 都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比刁林宇跟攻守的配合还要差 对于蔡斌率领的这只女排 真是成也刁林宇 败也刁林宇 王云露 郭祥宇 十分罕见地 在对阵荷兰上打出了高光数据 球员们发挥出最大能力 就是刁林宇举点 赛点不会传球 蔡斌死亡二换三 造成了这场比赛的失利 之前 郎平在备战奥运会 都是多不走的策略 给替补充分的上场时间 为了培养李盈盈的一传 他还派朱婷 加盟天津女排 手把手传帮带 现在 蔡斌一套阵容打天下 替补上去与首发 完全是两张皮 丁霞老麦 吴梦杰年轻 与首发阵容 没有任何默契度 刁林宇都不敢给吴梦杰传球 打到关键球 眼看拿到胜利时 刁林宇的心理素质 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觉得 刁林宇 蔡斌 是不是这两场球 被逆转的最大原因呢 刁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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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林宇